在这个军售的话 这一边的话也是关系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延续性的话题 因为特别像是战斗机 或者是潜舰等等这一些 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而是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这一边要去注意到的一点就是 其实美国现在的一个军方这一边 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调整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最直接讲的就是一个部长的一个换人 美国国防部之前Martis他现在下来 那现在是去任的这一个 现在是带领嘛 那带领的这个他目前当然是去延续这一些政策 可是现在下一个部长 或者是之后美国国防部Pentagon 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这一边其实都是各方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为什么要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先去公布了这一些一系列的这一些 延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或者相关的一些资料 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去做到一个所谓的 我们常说的军事透明化 因为如果我在年前就已经先把这些演习 都先已经讲明的话 到时候就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个联想 也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些意外一些发生 因为我们有时在 特别是在去年一年来看 有时我们会说什么中共的一些 解放军的一些相关的演习 好像就是针对台湾 好像就是针对了什么谈话而来 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些演习它并不是 好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立刻下令明天怎么样又进行一个很大一个联合军演 或是针对哪边做一个军事的一个反应 这一点的话可能中间的一个关联性 是要去思考一下的 那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今年年初 我们就先把大概的一个演讯的一个状况 都已经先讲出来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去做到一个军事透明化 去减少一些所谓的surprise 因为有时太多的一种这种surprise 会造成双方的误判跟双方的误解 那当然的话 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美国 每年大部分的演习 大概的时间 其实都是可以抓出来的 像是什么环太平洋演习啦 或者勇敢之盾 或者其他等等一些演习 每年那个状况大概都有 那一样其实解放军也有 那解放军在这些相关演习 是不是其实他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布 去达到更多的一个军事透明度 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增加 各方的一个互信